你去看过冰川吗 我有一年去那个快到南极 那个叫Patagonia 里面就有个冰川 然后冰川就是那种淡蓝色的 从很远的地方看 雪山溶水的时候 这边的湖也是淡蓝色的 你好喜欢旅游啊 我去过很多地方 你去过多少个国家 我要看 打开航旅游看一下 应该四五十个吧 我现在飞了一百 一百 好多 对一百零七万公元 但主要是亚洲 然后中东地区的 然后欧洲这些地方 退休后环游世界 也许是很多人的梦想 而面前的这个90后青年 早早就实现了 他叫国宇 早年创业 公司被字节收购后 他成为了字节的最早期持股员工之一 抖音或包全球后 他的股份随之暴涨 年仅28岁 就身价过亿的他 写下了一封给自己的退休信后 定居日本 上集中节目组 拜访了他在东京的家 但其实东京的家 只是孤语在日本的住处之一 现在他的充神工古岛和长野的安云野 都有着自己的家 过着像候鸟一样 四季迁徙的生活 这一次节目组 受邀来到了郭宇冬天的家 安云野 退休四年后 他在这里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感觉 节目组来到了从车站就可以看到 北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座小镇 为了感知郭宇一个人时 更真实的状态 节目组决定不带主持人一同前往 有一些设备 开过来了 我刚一下去 那个有雪山 你这边就可以看到北阿尔卑斯 这些山基本上都是3000米以上的山 所以冬季是常年积雪 这个叫做安云野的小镇 位于长野县 郭宇冬季的家就在这里 阿尔卑斯山脉一年365天 感觉有300天都是晴天 这个地方风水很好 日本人讲这个叫Power Spot 在日本许多人认为 一些历史古迹以及自然奇景 可以赋予人治愈的能量 因此这些地方被称为Power Spot 能量秘境 看前面那个阿尔卑斯山脉的牌子上面是个天鹅 哦 天鹅 这个叫白鸟湖 很多天鹅 所以阿尔卑斯山脉的前乡物是个天鹅 最近有点那种很浓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很久了 你估计也没有什么机会 你会再拍到这个城市 因为没有什么中国人在这里 我当时就想说我是不是要住白马 但后来就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 我当时开了个敞篷车在安云野这个乡下开车 所以我觉得哇这个地方很不错 节目组跟郭宇来到了一个他心目中的能量秘境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床边的小豆豆 讲的是日本著名主持人黑柳澈子小时候的故事 书中小豆豆上课的八学园 是一所专门接受问题儿童的学校 这个由废弃电车改造而成的著名小学 就安置于此 它原本真的是一个叫 Tomo A学院 对 用的这个教室 它现在就是买过来之后就放在这里 原本是长野电铁 奇怪 没想到这个电车居然在这里 这面都有很多神奇的东西 无论年龄 退休后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 如何与自己相处 这个树的影子 倒应该这个雪上很美 你看看 那树上还有个鸟窝 这个人家的胶片拍拍很美 但是我没拿出来算了 就用手机盘 这里你来过多少次 七八十次吧 七八十次 因为我住在阿兹明诺的时候 没事就是吃完午饭就闲逛了 在家里住习惯了之后 就是每天 你好好多时间 然后你就很好的谨慎 开始研究这些东西 好奇心旺盛的郭宇 退休后不断向外探索的同时 更多的时间则是向内探索 从安云野开车约一个小时 我们就来到了著名的滑雪圣地 白马 滑雪也是郭宇退休后 开始探索的众多领域之一 先找个地方先溜一下吧 我好久没滑了 然而尴尬的是 滑雪担当的亮书没来 对滑雪一窍不通的节目组 只能在茫茫人海中 寻找国语的身影 这时候一位神秘救星登场了 唯一一个我认识的人在这附近 马斯莫通我都没有认识的人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这里做吉祥物 你们现在见到的 是一个吉祥物 一般只有心灵纯洁的人 才可以看到这只吉祥物 真的很能归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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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个话一聊 你是这里唯一的中国员工吗 而且要我的那个中文 来来来来 我们就试一下 我没点名片 我没点名片 我是郭六的郭六 郭六 对我们发音 对这是郭六的郭六 你还以为这个华人长是用你秘密的 可能确实是 对 你怎么认识这么有意思的姑娘 我们怎么认识 我们网友 Clubhouse这样的家 我俩都姓波 阿尔波头 阿尔波头 因为她很挨的感觉 就很introvert 我喜欢网上写东西 对 现实生活中可能比较多 就是自己一个人在 对 可能我来白马珠就不挨了 你来了之后天天都在雪岛上嗨 我来的就是这种 像我赛费 power spot 他们没办法拿这个去滑雪 有点难 你可以拿这个滑雪 你可以拿这个滑雪 我可以 我可以帮你一个 你可以帮 他过来了 这个是他吗 是那个青花吗 打卡 你这个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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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青蛙的衣服 这是一只青蛙 这是一只恐龙 你要不要把这个相机给他 你知道怎么用这个东西吗 你给我交一下 我交给你了 现在开机的不用 哈哈哈 我今天第一栓 寒舔一下 今天第一栓 而另一边 既不会垮雪 又没有相机的节目组 成了名副其实的废人 我看到你们下来了 怎么样 顺利吗 high five 拜拜 谢谢 想看郭亮的故事 大家是在同时留言 期待了已久的晚餐时间 看这里好多肉都卖完了 剩下的一些普通的肉 就在这时 老板也才大 这个才四百块钱 这个在中间在城城市井 卖一千二百 好开心 这个在城城市井绝对卖一千二百 而且它没有变黑 对啊 肉质量很好 最好 会过日子 我还以为平行 给所有的人有均等的吸引 那能买到便宜的 当然是好事 那当然 上集中 郭雨带节目组体验了一把 大家想象中的富豪日常 米其林法餐 但今晚其实是它的安云野生活中 更加典型的一餐 你做吗 我做啊 我喜欢做饭 日本最普通的相见生活 你可以更用心地去享受这些简单的东西 你说复杂 没什么复杂 这就是很简单的生活 这旁边的邻居过的都是这样生活 你再不吃没东西了 要不就逗白菜 太那么惨了 这锅里面全逗白菜 我们就得问点真正大家关心的问题 所以你们正来拍之前我就说没什么好拍 生活很简单 真的好简单 对 你也拍不到这么奇怪的人 你确实也没有这样 就不管你成不成 大家就会对有钱这个群体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或者是先入为主的概念 我觉得你不能把我当做一个奇怪有钱人 我就是有钱的普通人 或者是普通人变有钱 就是继续选择普通生活就这样子而已 大部分super rich的人都承担太多责任 就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可能不是特别专注于自己 我觉得这点至少我是优于这些人 就是可能那些质量普遍的升高了 但生活方式还是很普通人生活方式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对 这样看我这种苦逼 和国语的对比 哈哈哈 长期老孝 同样的年纪 对 为什么这么不一样 每个人的人生路径不一样 我做选择很多都是被动的你知道吧 你想象不到我小时候童年生活是怎么样 我就是留守儿童 我是外公外婆养大的 对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出去打工了 每年暑假没有地方可以去 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街上散步 然后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带篮球去打球 然后自己一个人回家看书 看什么格林童话这类的那种东西 每一本书都被我翻烂 就无聊 没有朋友 没有小孩 没有什么都没有 就是空 所有东西都是空 对 在那种怀念下小孩成长很可怕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发疯已经很好 从小家境贫寒 郭宇初中后才被父母接到深圳上学 据说大学时期政治专业的他开始自学编程 也是因为要减轻家里的负担 而父亲突如其来的病 更是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境 雪上加霜 我爸他脑梗之后他没办法工作 然后他有一段时间一直在生气 就是他就经常拿头撞墙 因为他不想继续回来这个世界 因为在他觉得他能够赚钱 能够工作能够养家 是一家之主的时候 是他人生意义所在 所以你现在做出了那种相反的选择 就是选择不是依自己工作 或者怎么样的状态 跟他这个事情有关系吗 有关系我想活久一点 我甚至没有想要我自己的小孩欲望 我觉得就是基因有什么可传承 我理解不了这一点 就是因为你有很多选择 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选择 都置身在自己最舒适的 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那你就可以避免胡闹 我想死之前把所有钱都花完了 那你不怕别人说你自私 我觉得这种情况 这就是自私 你认为这是个坏词是吧 我觉得某种程度是这种感觉 那可能是因为你受到教育 或我们受到教育 认为自私是个坏词 我觉得人类所有的需求都是自私的 安全财富自我实现 全都是为了自己着想 你说马斯克为了做火箭 是为了世界六十亿 八十亿人民的幸福 为了这些人的幸福指望 他就是自己想过这些 你觉得你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就是你 我在个舞蹈的时候 夏天吧 我通常会找傍晚 大概五点半六点左右的时间 又买个全埃桶 然后带到我最 我经常去的那个海滩 我们那个年代 你是去肯德基麦当劳 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 你想象一下 就是你带着你小时候特别想要得到 但是又没法得到 但现在可以随便买的东西 去到一片你特别熟悉的沙滩上 有所有的景色都是恰到好处 然后夕阳还没落下 然后海面上有一些金光 但不是特别金色 然后是蓝色 然后沙滩非常细 你可以光脚的就踩在沙滩上 然后面前就是你特别想吃到的东西 或者是让你有满足感 稍微带一点罪恶感的东西 你可能不需要吃太多 但它只要很多的摆在那里 你就会感觉到很幸福 然后那个沙滩上还有一只 我特别熟悉的小狗 它经常会过来这边 和我一起吃这个东西 那就是这个狗 哦 还挺漂亮的 但我每次去到那里 可能它闻到味道什么 它就跑过来 真的非常准点 它很乖的 它不会怪给你抢 它就在那等 等你吃完之后就给它一个 我每天还会和它合影 你看这是我最经历次和它合影 那如果像你现在这样做投资 或者也可以再做 对 当然可以在任何地方做投资 但为什么要来 因为我喜欢泡文泉 当时泡文泉是我比较大的一个热情所在 对 我不是来到日本换在楼卡之前 来92次日本吗 主要是因为泡温泉 那所以我就想说 我找一个让我舒服的地方 让我可以平静的地方 其实每个地方我都去过 看它 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 后来我觉得 就我自己的感触而已 我来92次的这个地方 就是日本可能对生活更加适合我 在自节没日没夜的拼搏的日子里 一次偶然的旅程 郭宇接触到了日本的温泉文化 疲惫的身心得到了治愈 自此他再也没忘记第一次泡温泉给他带来的感动 利用周末的时间 特种兵士往返日本泡温泉 至今已经去了500多家温泉 四年前郭宇在退休信中写道 我选择在28岁的末尾 退休旅居日本 拥抱山剑清泉与峡谷的风 春季赏阴 夏天徒步于高山草殿 秋季埋在漫山遍野的红叶里 冬天 头顶雪花进入温泉 去感受四季冷暖 时节变迁 四年后的今天 他实现了 我以后的退休生活 年纪大了七八十岁 吃饭晚饭之前过来抽烟 听个梦里边 再去泡汤了 是不是你向往的老后生活 对 老后生活 晚上开车过来看夕阳 然后在这抽根烟 在泡汤的地方吃点东西 然后回家睡觉 你现在生活不就已经是这样了吗 我现在是出来看的 年纪大了之后就平淡了 就不用出车 就直接在车上 透过车窗玻璃看了 看五分钟就是走掉了 听到这个音乐就可以走了 这是什么音乐 就是日本每个乡下都有 就到了时间就喊你回家吃饭的 那样 区别很大的 你不会再拿手机拍 你看他就是看一下 然后 living the moment 年轻的时候你想拍东西分享 告诉更多人安育有多好 年老就是whatever 去他妈的饭 就是自己没几年可以活了 就这种生活 像我运气比较好 可能我三十多岁 我不用继续上班 但我也不确定 我七八十岁之后 到底会变什么样 说不定到时候也在搞去搞吧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到那样的状态 还没有到那样的 living in the moment的状态 对不对 没有到那样的 但是组电量更没有到 他比我还没有 哈哈哈哈 我说白了就持续要保证 你有足够多的力量 有点只要一万块新加的话 如果说一万块就五 百分之五 你现在做什么 AI什么 我们现在开发新的场 也是一个AI产 一般人都没分辨不出来 这到底是真的人家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东东 又见面了 今天要去拜访一个 挺有名的一个公司 哇 有点像蛋糕的人 哦 对 你也挺想看 好帅啊 这两片合起来就是一个袖子的形状 是啊 还很开心 所以 我会以后来过来的 我会来的 可怕多不想 哇 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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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